这是被称为名侦探柯南TV版巅峰期开端的故事 获得这个称号 不仅仅是因为凶手短时间内想出的近乎完美的历史手法 更是因为这是柯南和辉元第一次联手推理 今天就让我们来重温这起具体的历史案件 恋元的出现让柯南看到了恢复身体的希望 可APTX4869的资料都存在了一张瓷盘里面 据辉元回忆 自己姐姐应该是把瓷盘放在了大学教授广田那里 阿丽博士立马打出了电话 幸运的是 广田的手里还真有一张比较奇怪的瓷盘 招人第一时间驱车前往 三小时后 大家来到了目的地 广田的信的小美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通过聊天得知 今晚还有几批学生也前来拜访了广田 可来到书房以后 敲门却无人回应 柯南预感大事不妙 直接一蹦三尺膏来到窗户上 却见到广田已经倒在了地上 柯南让小美开门救人 可这个房间根本没有备份钥匙 柯南决定和阿丽博士直接将门撞开 很快 横钩警官就赶到了这里 并对案发现场进行了书库的勘查 房间的门窗都被上了锁 唯一的一把钥匙也在屋内书本的下面 所以 这应该是一起意外事故 广田大概是想从书架上拿东西 却不小心彩空撞到地面上的花瓶丢了性命 但柯南却看出了疑点 如果这个坐机电话是从桌子上掉落的 为什么话筒还安稳地扣在上面呢 而且 还盖上了一本书做演示 这肯定是有人故意将房间弄乱的 在柯南直白的提示下 一起意外死亡事件顺利变成了密室杀人案 横钩推特 凶手就在今晚到过广田家的几人之中 横钩警官立马展开了调查取证 小美今晚和闺蜜数据逛街 所以很早就出门了 具体是谁来见丈夫他也不清楚 就在横钩一筹莫展的时候 柯南的提示来了 这个电话在发光诶 是不是有留言呀 听一听指不定就能找到线索了 电话中一共有13通留言 而一位叫做白苍的就占了10通 横钩刚要询问小美白苍的身份 一个男人就突然组了进来 正是那个白苍 他打这么多电话 一直联系不上广田教授 所以就干脆找了过来 而其余的两通则是细施和盛刚 但最让柯南震惊的 是最后一通电话 我是保险公司 我想正在本公司的新保险 给您说明一下 难道这些案件是黑人组织谋划的吗 不 不是的 如果真的是组织下手的话 电话中不可能会留下他们的线索 很快 警方就把几位嫌疑人 喊到了案发现场 并收集到了几人的供词 第一位来到这里的是西施 他的女儿想考广田的研究生 所以来找广田给画画重点 可来到这里后 却发现广田已经喝得烂醉如泥了 无奈之下 他就返回了家里 第二位是盛刚 他和广田约好今晚一起下西洋旗 但在他来到广田的书房后 却发现里面上了锁 敲门也无人回应 于是也就离开了 接下来到的就是阿丽博士一行人了 最后抵达这里的 是广田的学生 知名模特白汤 他正在参加一个男扮女装大赛 在大学的时候 自己和广田教授拍过一张这样的照片 所以来教授这边寻找一下 在听完几人的描述后 横顾明白了 广田有将资料存在瓷盘的习惯 那最大嫌疑的就是戏师了 他本想偷续考试资料 可最终被广田发现 于是就动了杀心 但众人却并不这么认为 瓷盘也有可能被广田 放在大学办公室里面了呀 就算是戏师做的 那他是怎么落到繁琐房间的呢 案件再一次陷入了焦局 角落里的柯南立马展开了头脑风暴 现场的疑点太多了 整个房间乱作一团 但从门到电话的这段距离 只放着一个笔记本 还有 电话达路机上面 每段留言之间都有一段空白 这时 徽元突然走人过来 这件事情已经 被将军了 柯南懂不懂 谁才是名侦探柯南的最佳搭道呢 沉睡的小五郎 关西黑鸡屏刺 青梅猪马小兰 还是红颜知己徽元 都不是 柯南的最佳搭档 是那个醒着也可以和他表演 完美双簧的阿丽博士 在大学教授杀人事件陷入僵局的时候 徽元无一的一句将军点醒了柯南 他已经看穿了一切 但横沟警官还身陷在凝影之中 调查取生后 并没有获得到有佣的线索 现场的证据也不足以 对三位嫌疑人展开立案调查 那就只能放他们离开了 你们都给我站住 名侦探阿丽被炮营业 只要利用电话达路机的录音带 就可以制造出这起几乎完美的密室杀人案 柯南从警察那里借来了手套和电话 第一步 先将录音带拉出合适的长度后 装到电话里面 接着 将带子拉起穿过钥匙上的圆圈 再来到房间内部 用西洋旗摆出一个三角形 把录音带多余的部分挂在上面 最后 将笔记本压在三枚西洋旗上 柯南将三枚西洋旗翻了个个儿 然后来到门外包打起了室内的座机电话 在电话达路机启动后 录音带渐渐地向里面卷去 当钥匙走到笔记本位置的时候 西洋旗被创倒了 钥匙也就卡在了笔记本的下面 看到这里 横钩警官也误了 只要电话一直打下去 录音带就会彻底地卷进达路机里面 而能做到这一点呢 就是在达路机里留下了石通流言的白苍 可白苍并没有承认 他辩解到 自己流言多是因为一直没有联系上教授 而且 如果他是凶手 怎么会傻到再来案发现场呢 你会回来这里是想收回一样东西对吧 对 那就是那个上面沾满了你的指纹的电话达路机的袋子吧 柯南推特 白苍杀的广田应该是一时冲动 就连作案Z基本的工具手套都没有准备 所以袋子上沾满了白苍的指纹 白苍计划做发现尸体的第一人 这样就可以悄悄地将路易带偷走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 柯南一行人早来了一步 无奈之下 他就装作刚道的样子来到现场 在寻找合适的机会 他叫指纹 而那些丢失的瓷盘 应该就在白苍的家里 这么短的时间 肯定来不及处理掉 听到这里 白苍也不再为自己争辩 但瓷盘并没有在家中 而是门口的车里 你现在一切 都得从那张男扮女装的照片说起 半个月前 他打电话请广田将照片寄给自己 但广田却寄给了白苍另一张照片 是为模特儿白苍未整容之前的照片 上面还附带了一句话 你长得也不过如此嘛 无奈之下 白苍来到了校术家里 因为他非常需要那张男扮女装的照片 来参加一个重要的选秀 可广田不但不给 他要拿出未整容的照片来羞辱他 于是 恼羞成了的白苍就干了许事 等他再反应过来时 教授已经倒在地上没了气息 就这样 一场因为外貌引发的杀人案结束了 柯南刚风一口气 一边的辉员却突然哭了起来 他质问柯南当初 为什么没有救自己的姐姐 柯南有些摸不着头脑 辉员说的姐姐 其实就是之前抢劫十亿元的劫匪 广田雅美 而她的真名叫做公义明美 你既然这么有推理能力 那我姐姐那件事 你应该很容易就看透了